安全是一家人的事 有不少家长的是为了孩子买车 比方为了孩子带着出去玩 或者说上学放学 不过孩子天硬就是好动 坐在车上难免也会不乖 就自身了很多乘车的安全隐患 为了让孩子安全乘车 田中老师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安全设备用手 这个安全设备包括什么 安全带 儿童安全座椅 如果说小孩比较小 用不了安全带的话 那就是安全座椅加安全带 具体使用方法 看田中老师的相关视频 相关视频说明 然后还有增高垫 这些安全配置 这些在市场上都能买到 可以大幅度降低孩子乘车受伤的几率 第二个 别让孩子自己上下车 这家长开车送孩子到目的地之后 往往小朋友就迫不及待着 自己开车往下冲了 一定要提醒小朋友 不要自己往下开车 说可以等爸爸妈妈给他开 那这里有一个细节 就是使用儿童安全锁 在车门上有个安全锁 这个用上之后 小孩他自己想开也开不了 只能大人给他开 那咱们告诉孩子 自己开 别让孩子自己开车上下 上下车啊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力气比较小 车门容易回弹伤到孩子 其次来说 孩子对周围环境往往是 观察不够 忽视后方来车 给下车是造成危险 不探头 这个不探头包括说 不探出车窗外 还有不伸手 还有就是不探出天窗 曾经有一个家长停车之后呢 就让小孩把头伸出天窗外 结果天窗自动关闭 就夹上了小孩的头部 而且由于车速比较快 孩子探出天窗之后 也容易遭遇空气中的不明物体 比方说咱们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前面有大车 经常会发现大车 探起的狮子 砸在挡装玻璃上 这种情况都可能有 那你就想 伸出天窗外 你就知道这狮子 不会弹过来吗 不乱坐 孩子在车上不能乱坐 有些家长就喜欢抱着孩子 坐在副驾驶上 这是非常无知的 有的呢 让孩子单独坐在后排 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安全座椅这些都没有 那这也都是不正确的 天窗老师的建议是 绝对不能让孩子坐在 副驾驶位置上 12岁以下的儿童 必须坐在后排 并且做好安全保护措施 这安全保护措施 就是安全座椅 或者是增高的电 增高电 因为一旦发生事故之后 副驾驶位置 安全气场弹开 往往是在孩子的头顶 所以咱们 不能让孩子坐在副驾驶 尤其是12岁以下的 不能坐在副驾驶 不留一个在车内 意思是不能把孩子一个留在车内 确实有一些家长真是马虎大意 就把孩子留车里了 赶上天气又热 车窗全关了 孩子在里面就非常危险 所以有时候家长要离开车 那就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车里 这种情况 你记住 不能再出现了 一方面 车一被反锁 大人没法进去 孩子会非常恐惧 如果说熄火 单独留孩子在车里 夏季高温 还有闷热 很容易让孩子窒息 少嬉闹 开车的手机 车上的小孩不要太闹 太嬉闹 太嬉闹的话 也会影响家长全身关注的开车 而且小孩一闹起来 他不会注意你是开车 还是说过颠簸路 过障碍 他都会忽视 这样小孩身子容易站不稳 也容易撞到车里面的硬物 甚至受伤 希望大家带孩子出门 带孩子上下 学放学的时候 都能平平安安 大家看 下车 点击